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题就是要比较一下 小角度单摆的周期公式 还有连结弹簧物体的震荡公式 我们来看AB选项 AB选项它的对象是单摆 因为它是要问单摆的周期 单摆的周期 单摆的周期就由下面这个公式决定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呢 可以参考上一则影片 所以单摆周期会正比于摆长开根号 通常我们的重力加速度G是定值 所以单摆的周期正比于摆长的根号 那当然如果把同样一个单摆拿去 不同的星球表面 不同的星球表面 就可能要考虑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会不一样 但是今天AB选项呢 它是只有改变摆长 或是改变摆锤的质量 那从这个式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出 改变摆长才可以影响周期 改变质量是不会影响周期的 所以B是错的 A是对的 再来C租1 它都是要问弹簧 弹簧的剪弦运动周期 弹簧的剪弦运动周期 那也是最后一个是弹簧的 连结弹簧的物体 的剪弦运动周期 所以C租1它的公式 周期公式 不是前面的这一个 而是后面这一个 这一个也是 可以参考我们先前的影片 上上整个影片的介绍 弹簧悬挂物体 弹簧连结物体的震荡周期 那从这个震荡周期公式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弹簧的周期 就是正比于 所连结物体的质量 那再除上弹簧立场数 再开根号 所以C选项它说 改变政府 这个公式里面 跟政府无关 所以改变政府 并不会去影响 弹簧的震荡周期 没有跟政府无关 所以C是错的 在诸选项 如果改变立场数的话 周期应该是要变 变怎么样 应该是要变小 因为立场数在分母 那立场数变大的话 周期应该是要变小 因为分母变大 那质量不变 分母变大 分母变大 那周期要变小 所以诸选项应该是变短 周期变小 就是变短 那所以诸也是错的 那在E选项 如果增加连结的物体质量 那周期会变长 这就没错 因为增加M 然后K固定增加M 那周期T就变大 变长 没有错 所以答案就是AE 所以这题要分清楚 题目问的 减血运动 是小角度的单白吗 还是弹簧的震荡 小角度单白 则是用这个公式 而弹簧的震荡 则是使用这个公式 好 谢谢同学